空姐脱下原味高跟鞋 把鞋跟放进咖啡杯里仔细搅拌 然后若无其事地端去给VIP客户 谁料对方像是未卜先知 抬手就把咖啡杯打翻 南希的手臂煞食被烫得通红 但她一个屁都不敢放 因为这个客人是泰国王妃 她根本惹不起 王妃一上飞机就注意到了南希 不仅因为她美丽的面容 更因为她对自己流露出的敌意 王妃也不带怕的 直接点名要南希服务 突然 王妃注意到南希带着一枚钻截 上面的钻石熠熠生辉 凑巧又不巧的是 王妃手上戴着一枚一模一样的 更不巧的是 这戒指号称全世界独一无二 那谁的是假的呢 王妃勒令南希把戒指摘下来 然后丢在地上 就在南希要伸手去捡的时候 王妃又把戒指踩在脚下 还意味深长地说 看着南希美人委屈的样子 王妃只觉得伤眼 到了饭点 南希端来了王妃的特供豪华大餐 她却兴趣寥寥 为了折腾南希 要求吃她的工作餐 让她饿肚子 南希也只能听从 她拿到工作餐后才发现 今天的餐是龙虾面 而她知道王妃对龙虾过敏 但南希没有告诉她 而是把虾人一个个挑出来 把面端给了王妃 快意地看着她大口大口吃下去 结果没多久过敏症状就出现了 王妃不停地咳嗽起来 起身去了厕所 南希去整理座位的时候 发现了一打照片 全是她和国王优惠的画面 原来南希和国王好伤了 一座飞机来折腾她 南希心中大惊 慌张地站起身 却发现王妃已经回来了 脸上长满了恐怖的红斑 正愿毒地盯着南希 接下来王妃倒是没有心力折腾她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落地 王妃立刻就被打包送去了医院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天南希就看到新闻 王妃因为严重的过敏不治身亡 她忐忑不已 原本只是想给王妃一点教训 没想害死人了 但是到如今说这些也没用了 王妃刚落地就得回国 只不过是竖着来横着走 更让南希恐惧的是 王妃没有说出是南希害她过敏 却在临死之前 要求南希所在公司的航班 负责运送遗体 并且要包机 由南希一个人负责照看她的遗体 南希找不到理由拒绝 撞着胆子上了飞机 起飞没多久 飞机就发生了严重的颠簸 而明明绑好了安全带的尸体 竟然从座椅上摔了下来 然后就跟装了GPS一样 刷刷就往南希的方向滑过来 南希迅速解开安全带 从座椅上窜起来 然后滑倒在机舱门前瑟瑟发抖 包裹尸体的白布有些散开 王妃的头发露了出来 但好歹是不动了 南希安慰自己别多想 一点点挪过去想把尸体放回原位 谁料尸体突然一个颤抖 表示别挨老子 南希吓得魂都要没了 赶紧给机长打电话说闹鬼了 机长却说你怕不是脑子进水了 根本不信她的话 南希只能发扬顶级 射出要钱不要命的精神 硬着头皮把尸体重新打包好 然后脱回原位系上安全带 身心俱疲的南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结果迷里呼呼感觉被鬼压床了 她睁开眼睛一看 王妃正躺在她怀里呢 就差来一句空姐贴贴 南希吓得失声尖叫 却从梦中醒了过来 原来那只是个梦 但是更恐怖的马上就来了 她发现王妃的尸体竟然不翼而飞 甚至果实的白布还散落一地 好家伙还不如和她贴贴呢 南希忽然听见厕所传来咳嗽声 就和王妃过敏时一模一样 南希走进厕所查看 里面却空无一人 而当她想开门出去时 却发现门打不开了 咳嗽声再次响了起来 就在她的身后 南希的后脖梗感觉一股凉意越来越近 她崩溃地拍打着门 就在最后一刻门开了 她冲了出去 南希实在受不了了 她再次跟机长求助 又再次被拒绝 南希失去了理智 竟然打算破窗跳飞机 机长将她拦下 为了让南希别再搞事 机长把她绑在了座位上 而且还把王妃的遗体放在她对面 南希吓得哇哇直哭 在心里把机长的族谱问候了个遍 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王妃求饶 但是王妃表示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只见果实的白布自动散开 王妃让人心跳加速地脸露了出来 南希根本看不了一点 闭着眼睛别过了头 王妃却没了动静 于是南希睁开眼 眼前的尸体又不见了 她惊魂未定地张望着 下一秒 王妃突然出现表示美女姐姐贴贴 南希崩溃地尖叫起来 等到飞机终于落地 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机舱 却发现尸体安稳地摆放着 但南希双手何时倒在尸体面前 已然死去多时 泰国民间有个传说 阿飘最喜欢和睡在中间的人贴贴 于是露营三个小伙谁都不想睡中间 不过他们找到了这个传说的吧 三个人头对脚脚对头 睡成一个三角形不久没有中间了吗 唯一一点不好的是 这样睡两宿肺部就得真菌感染 就在他们准备入睡的时候 帐篷外突然传来了怪想 他们壮着胆子一看 原来是和他们一起来露营的朋友杰哥 白天他们一起漂流的时候 四个人坐的小船翻了个大 三个人爬上岸 杰哥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 剩下的三个人等到晚上也没等来人 估计杰哥是回不来了 谁料现在人就站在眼前 除了面色发青面容僵硬 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异常外啥是没有 三个憨或乐呵呵让人进了帐篷 等躺下之后 眼镜哥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回来的杰哥估计已经不是以前的杰哥了 而且听说 人在死后 鬼魂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死了 还以为自己是活人 三个人越想越合理 眼镜哥吓得都尿急了 他想去方便一下 杰哥却突然说自己也要去 眼镜哥也没胆子说不 只能战战兢兢跟在后面 突然他发现 杰哥的头上不停地淌水 而且水量很大衣服都湿透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脑子进水 但怎么不光进水还往外冒呢 两人终于到了河边 眼镜哥正打算解裤子 就看见河里飘来一具尸体 定睛一看 北黑和杰哥长得一模一样 眼镜哥吓得把腿就跑 一边跑一边大叫杰哥不要吗 一路狂奔好歹是冲进了帐篷 眼镜哥语无伦次地说了 自己看到的东西 他们把帐篷紧紧拉好 吓得抱成一团 直到外面没了动静 似乎杰哥已经走了 但是等他们一回头 就看见杰哥趴在帐篷另一边 说让我康康 三个憨糊又吓得窜了出去 眼镜哥摔了个狗吃屎 眼镜飞了出去 他没了眼镜几乎半忙 朦胧中一个同伴把眼镜递给他 等他戴上一看 才知道好心人就是杰哥 嗷唠一嗓子又开始逃跑 最后三个人在河边会合 却发现杰哥就在河对岸 但他没有追过来 而是让他们看看河里 水面上竟然漂浮着三具尸体 原来他们三个也被淹死了 只是自己不知道 男人意外身亡后 家人怕他在下面寂寞 特意给他在棺材里放了布手机 让他有事没事常联系 但这阿飘很是没有良心 死了一百天没想着给家里打个电话 反而盯上了一个小姐姐 妮娜因为一次车祸腿骨折了 只能留在家里休养 哭作到一百天后 她已是百般无聊 就在这时手机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 说想和她聊聊天 妮娜说聊就聊背就当打发时间了 出乎她意料的是 电话那头的男人非常幽默风趣 而且和她很有共同语言 几句话就逗得妮娜笑得不停 而且男人还说 自己也因为意外事故躺了一百天了 每天都无聊得要命 这更让妮娜觉得他们有缘 他们越聊越投机 妮娜甚至有点春心萌动 第二天主动打电话过去 却无人接听 她没有在意 因为对方很快发了短信过来 提出交换照片 妮娜仔细收拾一番后 拍了一张自拍发过去 但对方却原封不动地又发了过来 还说自己就在照片里 你仔细看看 妮娜越仔细看鸡皮疙瘩就越多 她这才想起来在网上搜索男人的号码 这才知道 在一百天前 一个男人被男友抛弃 一时想不开冲向路中间想自杀 顺利出了车祸当场死亡 而且当时妮娜就坐在撞死男人的车上 她的腿也是因为那次车祸骨折的 男人断气前的最后一眼 看到的人就是妮娜 妮娜脑子一下猛了 那人都死了和她聊天的就只能是鬼了呗 有什么好说的那她等死呗 妮娜想努力抢救一下 不再回阿飘的短信 她把手机关机 但阿飘又把手机打开了 更可怕的来了 那个男人说要和妮娜见面 妮娜赶紧表示婉拒了哈 但男人却说丫头你是在欲拒还迎吗 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妮娜只觉得全身的汗毛在跳舞 虽然自己没有把地址告诉她 但众所周知阿飘是不需要地址的 妮娜赶紧把大门关上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房间里的灯被节约用电的阿飘关上 然后发消息通知妮娜 我已经到你房间了哈 妮娜吓得哇哇直哭 举着手机用微弱的光查看四周 她一转身 阿飘就一个火箭头锤 直接把她创飞 想要报酬组织上也都可以理解 怎么还找一个倒霉路人头上了 哪个好人家的阿飘能干出这事来啊